今天是大好朋友 大家平安 大家好 歡迎收看《花時代議》新聞十字 鄉親 如果你要注意過 學生孩子 營養午餐的菜式沒有 理會調查的結果 廣東台北市台安庫的學長 他們的營養午餐有頂接拜託 有壽司燒肉湯吃的時刻 南大館人類鄉的學生孩子 他們的營養午餐 等八個來源只有長頭差能 如果是把營養午餐的費用拿來做一個比較 大台北地区每個學生每一頓 大約五十塊至六十塊 如果增加像婚禮像台東 每個學生每一頓只有三十九四十塊 如果還把人數設備跟文書的費用靠掉 增加營養午餐一頓存二十多塊 這樣孩子吃的百例有夠營養呢 但是另外一方面 也不少學校營養午餐吃不完蛋蓬燙 台東的費文古中就一頓的費古中心 發起把省事變成省事的行動 意思是吃春的食物永遠是省省的 他們把全校吃不完的營養午餐收集起來 分享給家庭 希望需要的人別能吃一頓吧 一頓早上剛才的阿姨就不可以洗菜切菜 一面大火快炒肉是蒸花菜 一面煮完美白骨湯 人家真的還要用全校能保養 最少的辦法就扣阿姨的腳手起飽 剛才一天台北的團生業者 就用營養午餐散告好好 一生一生憤怒好 給董哥拿回去教室分享 台北市懷賢國中的午餐 煮食是不會配飯 配菜有薑吃肉配雞肉的豆腐 還有有蒸花菜跟另外炒青菜 還有這個頭豆不會配湯湯喝 所有的都是有機實材 南大人的國中是不會飯 湯燒魚 這蒸花菜就算炒肉絲炒青菜 配菜減一項 而且不是有機人情的 董哥都有感覺 有就是義大利麵 炒麵 然後飯也有 滋米 糙米飯那些的 對 你覺得好吃嗎 好啊 不錯 因為每天可以吃不一樣的口味 就比較不會膩 我可以買吧 因為就比較多菜色 花西新聞營養午餐大條紗 稍微離他這天 從台北市町廟列南大分 臨到花檔 就叫七個餐廳營養午餐 我們不會來看餐廳 還有中午都吃什麼 什麼餐廳吃到底在哪裡 看你們八千國燒 中午是吃不完飯 三杯雞湯蝦菜 兩炒韓茄 還有零豆韓茄湯 這檔是四十五塊 你都滿意嗎 很小 苗栗無法國秀 雞肉炒灰菜 白葉豆腐 炒淋漓到煩味 還有菜頭白骨湯 和上飯後水還有一檔四十塊 好不好吃 好吃 來到婚人買了國秀中 就是吃豆奶豬腳 感到要炒涼 白菜肉 還有紅豆雞米湯 水還有一檔三十塊 新竹的培養國中有青菜 白菜肉 雞肉 飯後水果是四六甘米 這檔四十二塊 若是台東比南鄉的 酬辱國中有魚排 豆腐 豆菜 菜頭白骨湯 一禮拜有一天是提供水果 這檔五十塊 對三十塊五十塊 當下普遍可以吃到三餐一湯 國立委批評以全台國中 小三千六百十二間 超過一百七十萬名 還想營養五餐 只有最後一年是在 中六八台觀餐 西鄉查機就很大 我去查的時候同一天 大安區的它有團散業者 一個學校它有兩家團散供應 其中它的肉食有 壽喜燒 就是豬肉 以及雞柳 炸的雞柳肉 所以一樣是午餐 可是在農村區 居然只有一個洋蔥炒蛋 這就是現實啊 根據通緝以台灣本土來看 營養五餐介紹相關的館市 是台北市邊境一個人 一檔就五十一塊市 最多是台南市每一檔 每一檔是三十一點六六 但是收工的餐費 並不是說只有基石材 是假設請獨工的人數 為了設別費用跟雲桑身份 小孩是坐一檔吃到的食材費 靠靠的有的心智不夠二十塊 他們比較大 他們會覺得這個路線不敷成本 所以我們必須跟整條路線的 國中小做一個聯合 才有辦法讓他們進來 為我們服務 躲於感恩他們願意送菜上來 我們也沒有每天送 也是看廠商怎麼樣 我們就盡力配合 如果我的使用者付費 是聚焦在食材 然後食材的供應又有一個規範 因為它要有肉食類嘛 有蔬菜類有水果類嘛 有一個標準 那我覺得至少 至少公餐的標準比較奇異化 可是現在我們沒有這樣的規範 所以有的學校是 因為它的運輸成本高 它的人事成本高 所以它就一直消消消 所以一樣是繳35塊好了 可是可能在A縣市只有18塊 拿來用在食材 可是B縣市很可能 你一樣繳35塊 可是政府覺得 我要讓你吃有機 我要讓你吃健康 再追加 所以我必須要說 定價不是只看到的最終價格 我們要去看它用在哪一些地方 怎樣消毒 沙養差跡 讓費用可以實質 歡迎在食物上 入圍削白費上人提案 因為營養五餐轉化 中逢的五餐做轉盤減食 讓他們先可以吃好吃肉 定定合理化 定價基礎 人事設備運送食材 拆開來看 就孩子的營養午餐 至少要確保食材 這是它一個好不好吃 一個健康 一個公餐內容的基礎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 公餐中心可不可以跨校合作 如果說我們有一個公食中心 我們的人事就比較穩定 我們就可以把讓 廚公媽媽他們的休假 或者是他們假設有狀況要請假 就馬上有可以替補到位 我一再的強調 人事跟設備的費用 不要再讓縣市政府一健康 可以由中央政府來給予合理的補助 除了菜式 想要有孩子吃到健康 也就需要解決人力的問題 根據2千空2年通過 學校的生活 過程高中醫學學校 才有四十班醫生 應該配到營養室一個人 但是消除法的狀況 我調到現實有落差 計算下來 邊境每八間學校 三千九百名的核生 只有分配到一個營養室 更不用說學校的貢產秘書 可以說都是由老司檢驗 承辦人員是衛生組長 那其實衛生組長 平日的一個工作已經非常繁忙了 必須要負責上課 還有學校的一個環境衛生 還有學生一個健康 還要去負責這個午餐的話 確實對衛生組長的 loading是比較重一點 不是一個學校都要設一個 我們可以看我們的 公餐的比率在特定的範圍 那你在設的這個時候呢 可能就要把有事做午餐管理的 就是午餐秘書這樣的角色 跟營養師都思考進去 那這樣子的方式 可能我們一時之間沒有辦法 都是掛在這種就是正式的人員 那我們可不可以做約聘雇 那約聘雇的經費 可不可以中央來負擔 那樣在六都以外的其他縣市 就可以達到這個聘雇的基礎 但是費用不會增加太多 那第二個有另外一種方式就是說 我們可不可以鄰近的學校來合聘 推動向午餐結業必須要改變制度 萬事發燃 但是在處的東西 可是很多人想到 這村來影響午餐沒辦法 台中市費文庫中 有一個學生提出正式價位 營養午餐都會有一樣的狀況 一方面是因為是做大的統餐 很難取得每個學生口味的喜歡 所以就是說 其實會有很多剩餘的情況這樣 然後我們就想說那有沒有辦法 透過什麼手段來節省這些資源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開始進行構想 發現說如果我們能夠把這些剩下來的 煮過 烹調過 已經很好吃 但是卻因為可能過多或過剩的食物 送到另外一個有需要的地方 填補他們的缺口 那就會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我起一時以時選議 例如說在六年到法教堂 提出生法的時候 在這十六歲 現在已經是 十五歲 像這天 他們這裡的 煮米飯 紅燒肉 滷香氣 切菜 點點 在當日吃飯之後 都會收拾起來 由這天流到傳統 在這次的飯店 午餐 吃春來 當作是很安心的機會 就是由這個桶子這樣 我們會分成十等分 像這樣子的話看起來 可能就是七等分 我們就這樣以十分之七下去算 這樣把寄下來 然後傳到我們的順時大叔去 這樣 當初 各自分工 主持為了支持當初 還要自己拿錢出來買菜湯 變成省省省省 看起來簡單 實際上做起來一點點都不簡單 天氣變化要怎麼保存 那不是這樣的問題 還有面對國風的這件事 對來講都是很大的考驗 他們會覺得說 擔心會影響到校域 或者是可能這東西 因為也沒有先例 不知道穩不穩定 合不OK 所以在製作的時候 他們其實會 算是算說是全全交給我們負責 但是我們提出的東西 他們都要一看再看 我們是做特別多工夫 下去研究 包含我們去調查說 食物通常變壞的頻率大概是多少 然後多久會壞掉 然後我們有調查 我們有像學校的營養師 然後午餐中心詢問過 然後所以後來我們是引進保溫餐桶 然後讓基金會在最短的時間內 可以把用最短的路程送回他們基金會中 先去做保存 然後等到接近他們發餐的時間的時候 他們會再去做烹調 然後經過這樣的流程來講 基本上食物是不會變質的 它是比隔夜菜還要安全的 午餐廚房也協助 各班老師也協助 最重要是學生非常的支持 我們成立志工團 一屆培訓一屆 現在幾乎變成課程 我們可以看到學校的聖食 來到仁安基金會這邊 又再度化作美味的一餐 讓食物一丁點都不浪費 會補四點尊時發送 幾十人的過友吃得很豐盛 當然也笑味道 我們來的食物都可以 可以 吃了碰碰豬豬豬蛋 去承辦這些事情之後 然後讓更多街友能夠受惠 我覺得就是很有意義的事情 有站長跟他們講說 我們就是送食物過去的那些學生 然後他們都很開心 然後都說謝謝什麼 那你自己感覺到我們這樣說的時候 很開心 像我們這樣想吃什麼就吃什麼 甚至吃到有剩下 就對他們來講 他們可能多一塊肉 或多一小勺的菜 對他們來說都很珍貴的 甚至是沒有這個機會 然後就因為這樣 我會覺得說這個回饋很真誠 就知道說 原來他們還是那麼有需要 我們還可以再做更多這樣 一個月經費到四五萬塊 那現在有會員高中的午餐 大概節省兩萬多塊 形式變形式 讓營養午餐不浪費 當然也期待這種行動的 可以在全台灣都是行 對上前段的實際 到上月裡有吃春的食物 一丁一丁的午餐結明 也會在後面遍地開會 我們在旁邊 都會現在是有一個困難的 這個位置 我們在旁邊 都會有一個困難的 一個困難的 一個困難的